两只小猴被丢到了深井 它们害怕的要死 不停的尖叫 旁边还有一只小猫 猴子妈妈倒挂金钩 想来一招井底捞猴 但随从想 小猴太重 差点把妈妈头皮掀开 也没能爬得上去 第一次救援 宣告失败 大猴急得不知所措 小猴在下面提心吊胆 一旁的小猫更是绝望 人家猴子好点有家人来救 但他却从小爹妈走得早 根本没人搭理 难道只能静静等待死亡吗 就在这时猴妈准备第二次营救 他一只手抓着井壁 一只手朝小猴伸去 但还是够不到 旁边的猴爸看不下去 决定亲自上阵 他牢牢抓住井壁 将尾巴伸进井中 猴妈看到后立即模仿 就这样小猴拽着尾巴成功爬出 救出后猴妈不仅不安慰 反而使劲咬小猴 小猴疼得嗷嗷直叫 猴爸看到后赶紧上前阻拦 原来猴妈是在责怪小猴淘气探完 把弟弟带到沟里去 井底的小猫看到小猴火救 自己还在下面孤身一瞄时 他发出更加惨烈的叫声 但猴子好像并不在意 跳下井壁扬长而去 难道他们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注意看 这只猴子准备跳井 他要营救里面的小猫 谁知小猫太重 举不起来 他只能跳到井上 双手牢牢抓住井壁 尾巴伸进井中 想让小猫抓得上来 但小猫却无动于衷 他根本不理解猴子的用意 没办法 猴子再次跳入井中 安慰小猫之后 想再次尝试 结果依旧跳不起来 他急着直跺脚 赶紧上来找猴爸求救 猴爸表示无能为力 还说非我足累 救他干啥 猴妈听后非常生气 大家都是动物 你咋就这么冷漠呢 扯着猴爸头发 就是一顿教训 猴爸自知理亏呀 赶紧逃跑 猴妈绕着井壁 急着不知所措 井下小猫的惨叫声 刺痛着猴妈的心 他守在井旁 迟迟不肯离去 别人的孩子也是孩子呀 就在猴妈束手无策之时 一个小女孩的到来 打破僵局 猴妈担心她不知道如何营救 还亲自下井吃饭 女孩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轻松跳下井中 将被困几个小时的猫咪救出 猴妈紧紧抱着猫咪 丝毫不肯杀手 似乎在尝试安慰猫咪受伤的心灵 即使在数个小时以后 她还是如此 旁边有人经过时 她会抱着猫咪逃跑 我不禁感叹 动物都尚且有爱心 何况人呢 有首歌唱的好 只要人人都显出一份爱 我们这个社会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